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直播的时候大家也有看到我的发根长出了这么一大截的黑头发 所以再不然真的不行了因为很丑 然后我现在就是要开始化妆了 今天刚好呢可以在这一支VILG里面给你们测评一下这一款TOM4的气垫 说实话呢我已经用过了几次 它真的真的很适合干皮 非常滋润的一款气垫 打开以后它是一片粉布在这里了 这个放粉布的地方我觉得设计的有点不好 它这一块是很平面的所以不够凹槽 每次打开以后呢这个气垫都会直接掉出来 打开以后就是气垫粉垫了 我买的色号是0.5最白色 看0.5最白色是带一点粉掉的 我觉得很适合忍白皮的小姐姐 因为想看一下它的防暗程度 所以我们的妆前就不上一款有提亮效果的 直接就上一款防晒好了 这个是RMK的防晒 它是没有任何润色效果的 就是普普通通的防晒 自己的脖子也要涂 然后涂完防晒以后会等个两分钟左右 让它沉抹 沉完膜我才会再接着上底妆 不等它沉抹 一涂上防晒就立马上底妆的话 这个防晒效果会大打折扣 然后看一下我原本的瑕疵 我脸部最大的问题就是雀棒 然后鼻翼有一点点红薛丝 额毛孔也很大 看一下它的遮瑕效果 哇很棒有没有遮瑕 它遮瑕度挺长的呀 这第一层的遮瑕 对我而言的话就算是够用了 斑点黑眼圈和浑血丝 一下就遮美了 遮瑕力很足够 这边和这边 厚这边好辣黄 然后它的妆感相对一般轻薄的粉底液来说 有一点点厚重 越危险一点妆感厚 那也是因为它有点厚嘛 所以它的滋润度相对会很好 好了我觉得只要上一层就够了 脂霜度滋润度 光泽感亮白度 我是目前来说都是很棒的 那今天因为也是想要测评这款嘛 所以咱们就不上定妆粉 就直接这样带妆吧 然后我现在就把后续的一些彩妆给补上 咱们待会见 活化好妆咯 今天眼妆用的也是有点酒红色系的 然后搭配的唇膏呢是这一支 Bear Mineros 是不是这么念 然后这款唇膏就是还蛮滋润的 显色度也非常的好 好了我现在已经穿好衣服准备出门了 刚才忘记说上了这款 TOM4 7点的开始带妆时间是下午的1点钟左右 给大家看一下我今天的穿搭吧 今天穿了这么一件格纹的小西装 这个好像也是纪念春季开始又流行起来了 因为头顶没有染发 所以看起来很丑 就戴了一顶帽子 感觉跟这小西装还蛮搭的 都都是这种圆形状的 跟帽子颜色也很搭 然后裤子穿了一条比较紧身的牛仔裤 鞋子的话就是Landa的一双尖头短靴 终于到了新宿了 然后这一栋容呢 就是第八层由我经常定期来染头发的店铺 请来自家安装鞋承 Herrn子博鞋承 这是我并且剷粉 请来自家的手带 请来自家的手带 这是你转发的 这里的一个晤身 工作坊 最近自家里衣服 Tanvi 见红日 不如直接吃了 不是很像 但是要吃多少錢 不如7000塊錢 可以準備 可以吃 我現在要吃 每天都要吃 我來吃 不吃 吃 好 这个就是今天帮我做头发的师傅 我这边非常的人很耐心很雅在这里 好啦 我做完头发了 就是剪了一个很短的发型 把我的发根给捕烂了 然后他再帮我卷一下就整体像这个样子 这就是日本的style 就是日本美发师里面会做出来的样子 对我来说我觉得有点剪的太短了 再稍微长一点点会好看一点 今天这个真的是算是我这几年有史以来剪的比较短的 然后接下来我准备去一试当领一下我之前买过的一款手表 舖上去也是一张做的 还有是币好在港 就能发布的队上好像刚刚之前的这款项目 都很方便 就是个紫项目 我们看来看 我们的电端 然后看来看 我们的电端 我们是在 total电端 我们的电端 然后看来看 然后我现在准备去ZARA看一下衣服 想拍一支早春的穿搭视频 在新宿这里就有一家ZARA 拿了好多件衣服进来试 都是之前我不会穿的风格 就想尝试一下新的感觉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因为春季很酷的 好纸色的灯衣 还有一件最高 然后我现在的脚超级超级的痛 疼到我都不能走路了 因为我今天穿的这段鞋子 它就是像这样子的 然后脚掌真的快超厉害的 我现在躲在优衣库里面休息 放松我的脚爪 真的好好疼 我觉得好凄惨 多好 拍照 订阅 哈喽我现在已经到家了 大家可以看到我美瞳已经摘下来了 因为今天带了一整天所以比较难受 我先把它脱了 TOM4的带妆效果呢 我从今天下午一点开始上妆后到现在 已经11点半了 时隔半小时下来的带妆效果怎么样 这款呢我觉得全天的带妆效果 还是可以的 但是可能因为我最近的皮肤有点偏干吧 所以我以前带妆鼻翼这里是不会卡粉的 但是这款两边的鼻翼卡粉情况挺严重的 这里后白白的一条粉 法力纹这里会有一点浮粉的问题 因为今天有去做头发嘛 所以在洗头的时候就各种毛巾啊擦在脸上 所以这个影响也不除外啦 然后因为我鼻眼平时也会经常搓鼻子 所以鼻头这里的粉底有一点脱妆了 我们看到就这一块 眼下的话有一丢丢暗沉 额头这一块和脸颊的区域都还OK 就是鼻翼两边 鼻头 法力纹 脸部人中这一块出现的问题比较多 好看一下它的控油度 额头都有份差不多这些 好看一下鼻头 我鼻头的油还蛮多的 因为我刚才晚上不是去吃了韩国的烤肉嘛 那个垫铺里面乌烟瘴气的 脸部比平时油的非常快 鼻子的油分比较多很夸张 带妆和控油的功能有点弱 会出现一些浮粉卡粉脱妆的问题 我自己个人推荐度的话不会很高 因为它这个单价还蛮贵的 它的气垫芯和壳子都是要分开买的 一套只有一个芯就不会附带的 加上大家由此可见它这个带妆效果 虽然滋润度是蛮好的 但是整体的性价比有点低啦 但是如果你荷包充足的话 你可以为了它的这个外观颜值 可以买来试一下 但是相对的话 我觉得更便宜的价格更好用的气垫还大有人在 所以没有很必要一定买这一款 现在都已经快要12点了 所以我就赶快去卸妆洗澡睡觉 哈喽今天是周六 然后因为周末嘛所以男朋友他也休息 所以我们现在准备出门去吃一个午饭 吃完午饭以后呢 就去我定期会去的医院拿鼻炎药 然后再去游击寄一点东西 那因为平时周末我都没有出远门嘛 所以都不会化妆 今天就顶着一个大素颜跟你们录个视频 然后今天的穿搭就是简单的一个灰色毛泥外套 里面就随便搭了一件碎滑脸身裙 背的博尼的包 还有贝斯卡买的袜靴 然后我发现昨天剪的头发 现在变得好丑 就是没有型了 但是我感觉短头发还蛮好配衣服的 今天的天气超级超级的好晴空万里 但是气温还是有点低 12度左右 10到12度 感觉日本初穿还是很冷 午饭就来到了我们家附近的这个Denis 它是跟七央便利店同一个公司的 所以东西都蛮好吃的 然后我也很喜欢七央便利店里面的零食 好啦这个是我点的有点偏合食的套餐 这个是烤鱼 小碗的凉拌茄子和菠菜 这个就是味噌汤啦 然后米饭 这个套餐很好吃 我基本每次来都会点 就卡路里也不高 然后我自己煮下来以下500多卡 我自己煮下来以下500多卡 我自己煮下来以下500多卡 好了 现在已经拿好了我的敌眼药了 然后接下来去邮局寄一下东西 然后现在回家换了一套衣服 准备再出门去泡温泉 因为晚上开始这样弯了嘛 所以把刚才的宝款碎花脸 深情换成了这种T恤 搭配一个毛线的阔腿裤 换成白色运动鞋和这种很方便的手提包 见咧 来到了我家附近的药妆店 然后因为我表姐她想买点东西 表姐她选了这一格防恶赛玫瑰 24小时的防水防航年限夜 春心美排行第二位 她觉得很好用 反正就把她买了 我跟男朋友经常会来泡的温泉 这一家它全是天然的温泉 他们这个温泉是从地下开始挖掘的 所以我们挖到他们的澡堂里面 所以那个澡堂它就是可以 非常天然的温泉 然后又可以洗澡 然后因为温泉里面是不可以拍照的 所以我们就先到这里 等一下泡完温泉再见咯 我现在已经泡好澡了 然后我现在穿了这件粉色的衣服呢 是澡堂发的有点像短款的浴衣 然后在澡堂里面的放卖机呢 卖的这个刷奶 真的真的超级的好喝 我每次泡完澡以后 就会买一瓶它 就喝起来超级解渴的 而且对身体也好 然后现在来到了温泉的食堂 吃饭 泡完澡以后吃饭 超级容易肥的 这个就是我点的晚餐了 是一组生鱼片套餐 金鲜鱼 然后这个是三文鱼 这个是金鲜鱼的肚子周围 有点脂肪的地方 这个是大块的扇贝 然后米饭 还有小碟小菜 依旧是味噌汤 现在温泉待到了晚上的10点放 然后现在随便逛一下就回家了 我现在来到了弹极罐美空 然后我发现 我一直很爱用的这个牌子 它的代言人原来是 日本的那个罗拉模特 然后现在换成了这个耶 韩国的那个 品牌里面的当家模特 然后每次泡完温泉 回来的路上呢 都会经过这一家星巴克 我们都会开进来 然后点一杯饮料带回家 点了一杯温热的卡布奇诺 因为晚上还蛮冷的 所以喝了这个感觉身体会暖和一点 我是那种晚上喝咖啡也不会失眠的 所以觉得大可以放心的喝 回来的路上呢 买了一大瓶这个明治的保加利亚酸奶 就是刚才在早餐里面的贩卖机有卖的 所以我就买了一罐这个大罐的 口罐是一样的 超级超级的好喝 它不会特别的浓稠 就是比较水的 酸奶但是它会有一点淡淡的甜味 味道还是非常的纯正 有超级好喝的